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43日审讯 黎智英由酬车押送至西九龙法院 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苹果日报》前主笔杨清奇 杨清奇说自己挑选论坛版文章的时候 考虑支持民主 经济市场化和不提倡港独为原则 辩方说杨清奇挑选文章和作者相当独立 杨清奇说不是全部 辩方改问是否大致上独立 杨清奇答 编采自主不是用百分比形容 杨清奇2020年12月和日籍作家高桥联络 高桥当时深信日本政府不会制裁林郑 杨清奇回复说观点难以被苹果多数读者认同 他说当编辑不符合黎智英的意见或者立场就会换人 说自己一般不会干预作家选题 但认同这一次干预了高桥 也都警告他不跟苹果观点就会换作者 如果自己坚持不跟苹果观点 被解雇就可能是自己 杨清奇早前回答控方的提问 说曾经到黎智英家里晚餐 期间黎智英说不担心被捕 又说如果被捕更加认证中国和香港政府 打压人权和新闻自由 引起英美和欧盟关注和制裁 辩方说黎智英当时并没有提及制裁 只是表达自己被捕之后 英美和欧盟会回应和采取行动 杨清奇不同意 说凭记忆黎智英肯定提及过制裁 杨清奇又用鸟笼自主形容苹果等的报纸 就好像黎智英订立苹果立场 编採人员在鸟笼里面有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权 但不能够超越一定框架 而黎智英的指示就是鸟笼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道 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有关针对潜逃者的禁制措施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听取意见之后将会收定 删去拘捕令发出六个月之后才实施的条款 针对潜逃者的禁制措施 只是适用在潜逃至少六个月的人 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委员会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开会就说会作出修订 多个议员有关注吊销潜逃者 专业执业资格规定的执行难度 工程收入会的会员资格 无论他的攀售或者有任何的取消行动的话 其实都是根据学会本身的章则去处理的 政府其实从来都不会介入的 专业资格也好 执业资格也好 总是根据一些的条例而令到你有这个资格的话 你就会被注销了 每个专业团在因应这儿 是不是有些守则要作出一些的修改呢 我相信应该就是要配合 这些人整天都说大话当吃生菜 大话连篇 前的专业人士 我们不可以阻止他 印张卡片出来 说我有这些专业资格的 当然就是有些国家的条例 如果是因应是你香港的条例 有这个专业资格才给你的 应该理论上应该就取消了 但是如果有些外部势力 厚颜无耻 明知道是没有了这些资格的了 我还要我继续给他 基于一些政治原因 我想这个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公信力 就是自己会被受挑战 多个议员又批评 不应该只是暂时罢免潜逃者 相关注册或者资格 律政司这样回应 不是要永远去惩罚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嫌疑人 我们想他回来香港接受公平审讯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假设 我们不能够假设这个人 已经是一个被定罪的人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对于撤销潜逃者的特区护照 多个议员都表示支持和赞同 武士言识记者 刘俊逆报道 加勒比海国家海地治安持续恶化 总理亨利宣布将会辞职 滞留在波多黎各的亨利公布辞职的消息 说会继续留任 直至过渡总统委员会成立 以及临时总理获任命为止 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归亚纳总统阿里教祖时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人 在牙马加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如何平息海地的内乱 会后布林肯宣布 美国将会额外拨款1亿美元 支持派多国部队到海地 协助警方打击黑帮 并且会拨出3300万美元用于人道援助 海地多个黑帮组织 上个月底开始攻击机场 警局等公共设施要求亨利下台 政府宣布 现场宵禁至星期四 俄罗斯拘捕一个南韩公民 说他涉嫌从事间调活动 南韩外交部说正了解相关情况 并且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俄罗斯塔斯社引述官员消息说 当局今年年初在远东城市海森威 拉了一个逆阴姓白的南韩男人 说他涉嫌将国家机密洩露 给外国情报机构 他上个月底被压送到莫斯科的监狱 法院批准将他关押到六月中 南韩韩联社报导 星白的南韩男人从事宗教活动 一月的时候由中国经陆路前往海深威 几日之后俄方扣押他和他的太太 随后他的太太获释回南韩 塔斯社说今次是第一次有南韩公民在俄罗斯境内因间谍罪被拘捕 南韩外交部说正在了解相关情况 又说一直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自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俄罗斯以南韩支持西方制裁俄方为由 将他列为对俄不友好国家 由于俄罗斯刑法当中 有关间谍罪的条款适用于外籍人士 如果罪名成立 罪高可以判监20年 韩联社分析 如果被捕的南韩人被俄方长时间扣押 或者被判重刑 可能会令俄罗斯和南韩的关系恶化 母亲自治记者谭惠恩报道 澳洲宣布成立工作小组 调查葡萄酒产业面临的危机 和建议解决方法 最迟下个月底提交报告 全球葡萄酒的销量下跌 令到作为葡萄酒主要出口国的澳洲 受到沉重冲击 澳洲农业部官员上个星期五开会之后 决定就葡萄酒产业目前面对的危机 成立工作小组 成员来自联邦政府各层级官员 和业界的持份者 除了开会 也会到葡萄种植区实地视察 目标是找出解决方案 4月底前向政府呈交报告 澳洲葡萄及葡萄酒协会 欢迎政府的决定 坏反映目前情况的严重性 以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根据银行的数据 截至去年8月 未被市场消发的葡萄酒多达20亿升 相当于86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 连带葡萄的售价也急跌 有农民说部分产区葡萄的售价 跌至每吨100澳元 即是大约510港元 不少人索性停止种植葡萄 据报有超过2000万棵葡萄藤被销毁 相当于澳洲葡萄总种植面积大约8% 业界早前警告 他们已经到达临界点 要求5月发表的联邦预算 为他们提供8600万澳元 折合4亿4千万港元的财政支援 无线电视机仔杨杨杰尔报导 接着有交通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看看港股收市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部17,093点升505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1,499亿 最活约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2.2 盈富基金升5.3 美团升4.2 阿里巴巴升2.05 小米集团升1.52 比亚迪股份升12.2 李宁升1.65 恒生中国企业升2.1 南方恒生科技升1.62 京东集团升7.75 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4.5 友邦保险升2.25 中国移动无升跌 港交所升8.8 香港中华煤气升9 恒生科技指数升161点 报3643点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69点 巴黎契指数升13点 德国DES指数升61点 其他消息 昨天长沙环金行与杜舌案 警方拘捕一个73岁的女人 并且起了一些装品 事发在昨天上午 青山道264号一间金行 职员报警说 一个穿着黑色外套 戴口罩的女人 入店铺声称想选购金色 店员展示一对龙凤额 和一条金颈链的时候 对方将它们放入手袋之后逃去 金行损失大约4万元金色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 昨晚7点在元朗区 拘捕一个73岁的女人 正在拘留调查 另外 红磡一间标行遭到爆舍 损失大约值15万的手标 遭爆舍的标行 位于红磡差馆里9号 警方早前8点接到职员报案 说开铺的时候 发现铁闸被叫开 店铺有手略的痕迹 竟初步点算 损失大约30只手标 总共值大约15万 警方列作爆舍案处理 政府连续两年加烟草碎之后 控烟酒办华 戒烟热线来电上升更四倍 未来会加强针灸戒烟 也会打击在屋邨派发烟草产品的宣传弹象 烟草碎连加两年 对于鼓励烟纹戒烟有多大作用呢 卫生署控烟酒办说 上个月底财政预算案加税之后第一个星期 戒烟烟热线接获的来电 有三个月之前 每星期平均来电升大约3.8倍 而上年使用戒烟服务的市民 也都按年增加1成7 控烟酒办说 近年不少的女性和长者 会选择用针灸戒烟 计划增加这方面的戒烟服务 例如说可否有多点点 多点流动的中医戒烟诊所 可以提供到中医针灸戒烟这方面 等到多些人士可以受惠 都会和凤文活营办商 和国家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希望制定关于香港适用的一个 中医针灸戒烟的临床实务的指引 令到香港的中医可以有多少少培训 要降低吸烟率 另一个办法是减少市民 接收到相关的宣传资讯 控烟酒办说 去年接获近1,100宗 派发烟草产品传单的投诉 已经加强打击相关行为 包括联同警方和房屋处 在超过50个公共屋村高姿态巡邻 并且联同海关派员埋伏 上个星期三在观塘安达村 接获一个派相关传单架14岁男童 较为罕见 但是要成功检控都不是意思 他去派发这些宣传单张的时间很短 而我们去反应的时间 未必有那么短时间可以作出反应 而在法例上 管有或者携带这些宣传单张 未必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检控得到 所以我们通常都要一定是有人 可以是现场看到他的派发 控烟酒办又说 会继续加强打击派发烟草产品广告的行为 如果发现网上平台有相关的广告 会要求平台移除 而导致不轻人搭买香烟的渠道 保鲜电子记者一鹏荣熙报道 角仔是广东传统汉年小食 远至巴西都很受欢迎 当地华侨更加借此带动中餐潮流 推广中国文化 记者钟卓熙在巴西了解过 广东角仔大家见得多了 这款你又没有试过呢 它也是角仔 不过是巴西版 当地人叫它Pastel 上个世纪初游来自广东的华侨引入 多年来不断改良 加入鸡肉、牛肉和芝士等的馅 为了方便制作 有半月形演变为长方形 一件巴西国仔卖大概10元港元 即叫即炸 是很受欢迎的巴西国民小食 我很喜欢这个Pastel 因为它的馅很好吃 然后它的面也很好吃 我是从小就开始吃了 然后我姐姐她也是在Pastel店工作过 我有时候很紧张 然后我来这里吃一个Pastel就会很好 这个心情会很好 巴西街头周围都可以见到角仔店 当地很多华人更加是靠买角仔 赚到第一糖金 中国人他整个一天就是靠这个做生意 我卖多少可能我讲不出来 但是他能喝过去就是一家人可以养 靠这个卖这个交仔的生意 赚钱 随之谋的中餐馆每日吃饭时间都近乎爆满 来的都是本地人 他们吃角仔之余也都会试下其他的食物 例如是春卷 洋葱牛肉 炒饭和炒面等 加连密味的中国菜越来越受巴西人喜爱 随之谋形容 这里不单只是餐厅这么简单 而是透过饮食和各种的装饰摆设 例如是中文字画等传播中国文化 所以他们不懂中国的这个历史 他肯定要到中国饭店第一个就是吃菜 尝一尝看 他们才开始懂一点 我们今天中国饭店是有一点 所以叫做中国的广告 或者迎合巴西人的口味 在这里的中餐馆都要改良一下菜式 例如巴西人是不吃麻辣东西的 所以村菜供补鸡丁 巴西饭就完全不辣 母声电视机就是钟卓熙 在巴西首都巴西尼亚报导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水警和海关在西贡和将军局 赌破两宗走先干 检获大批美容针剂、鸡脊疫苗等 约值290万 暂时未有人被捕 水警和海关经情报搜集 昨天在东部水域打击走私活动 先在晚上八点在西贡斩触湾发现 六个可疑男人从一架私家车搬货上快艇 随即展开行动 在岸边检获1400盒美容针剂 和大批家禽用疫苗注射剂 海关说检获的美容针剂含有第一部毒药成分 相信偷运往内地 逃避近70万关税 昨晚11点半 水警在在将军河科技沿岸边 发现两艘快艇洗近 有六个走私分子搬货 警方到场检获11箱旧手机 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重案 有关针对潜逃者的禁制措施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听取意见之后将会收定删去拘捕令 发出六个月之后才实施的条款 针对潜逃者的禁制措施 只是适用在潜逃至少六个月的人 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委员会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开会 就说会作出修订 多个议员有关注吊烧潜逃者 专业执业资格规定的执行难度 工程收入会的会员资格 无论他那个攀售或者是有任何的 取消的行动的话 其实都是根据学会本身的章则去处理的 政府其实从来都不会介入的 专业资格也好 执业资格也好 总是根据一些条例 而令到你有这个资格的话 你就会被注销了 每个专业团体因应这儿 是不是有些守则 是要作出一些的修改呢 那我相信应该就是要配合 这些人常常都说大话 当吃生菜 大话连篇 前的专业人士 我们不可以阻止他 印一张卡片出来 说我有这些专业资格 当然了 就是有些国家的条例 如果是因应你香港的条例 有这个专业资格才给你的 那应该 理论上应该就取消了 但是如果有些外部势力 厚颜无耻 明知道他没有了这些资格 我还要我继续给他 基于一些政治原因 我想这个就是他自己国家公信力 就是自己会被受挑战 多个议员有批评 不应该只是暂时罢免 潜逃者相关注册或者资格 律政司这样回应 不是要永远去惩罚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嫌疑人 我们想他回来香港接受公平审讯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假设 我们不能假设这个人 已经是一个被定罪的人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对于撤销潜逃者的特区护照 多个议员都表示支持和赞同 武士言识记者刘俊玉道 政府发声明强烈不满 和谴责英国太吾事报 就基本法23条立法 作出极具误导性报道 太吾事报早前刊登报道 说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 港人收藏苹果日报会被监禁 港府发声明说相关报道极具误导性 标题完全错误 令人误解管有某份旧报纸就会被监禁 引起市民恐慌 强调一份刊物是否据煽动意图 必须视乎所有相关情况 包括刊物的上文下理和目的 而管有据煽动意图的刊物罪 洪放税证明被告在没有合理辩解情况之下 管有有关刊物才可以被法庭定罪 澳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强劲 但旅游区和民生区复苏的步伐不一 有地产业界反映 民生区商铺空置率上升 有企业就希望当局有更多措施 改善民生区的营商环境 由著澳门记者邝慧敏报导 澳门去年全年经济增长80.5% 经济总量回复到2019年 即是疫情前超过八成水平 主要动力来自旅游、服务和出口 去年第四季入境旅客更加升5.2倍 至超过828万人次 带动旅游区经济强劲增长 但是有澳门地产业界说 港澳居民现在都习惯北上消费 澳门的民生区 好像北区、新桥区等 生意仍然受创 驾一下车上去 是要一车满了才回来 香港或者澳门的民生区 是比较受创的 所以我们在出租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现在民生区的空置量 是多了很多 大家一眼都看到的了 而租金基本上 以疫情打个比喻 一万元为例 而现在最多只有七千元 就是少了差不多有二十多三十个百分比喻 有企业就希望当局推出更多措施 替真民生区消费 改善营商环境 流入民生区的旅客 其实这个暂时来说不是太理想 很多的餐饮中小企的企业主 都不呈现一种扩充的状态 都是一种叫做胎原折留 就是说很多老板就是 会翻多些店铺 或者自己亲住起店铺 会减少用人成本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推动我们的数字化 和新媒体的过程当中 能够帮到我们的中小企 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 澳门政府和商会 在这个月中至8月合办消费优惠活动 希望鼓励居民留澳消费 共同支持北区的经济 参与活动的北区商户 将会提供周活消费优惠 至今已经有超过400家商户有意参与 无线电视专澳门记者邝慧闻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表决法案 要求中国自制跳动 脱离对短片分享平台TikTok的控制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支持法案 认为很多青少年会因为无法使用TikTok而发电 内地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在美国拥有1亿7千万个用户 不过这些当地用户日后 可能用不到这个应用程式 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将会表决法案 要求TikTok位于北京的母公司 自制跳动脱离对TikTok的控制权 否则TikTok将会面临被美国封杀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每周一接受CNBC电话访问的时候 表明不支持国会禁制TikTok 指出很多人都喜欢TikTok 青少年如果用不到TikTok会发癫 认为TikTok有很多好处 亦都有很多坏处 曾经在任内推动禁制TikTok的特朗普 又说仍然相信TikTok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但说Facebook和其他的美国公司 一样救成安全风险 禁制TikTok只会对Facebook有利 美国目前已禁止在联邦政府的移动设备上 安装TikTok 今次众议院将表决的法案要求 自制跳动在165日之内 脱离对TikTok的控制权 若果不遵循 应用程式商店到时将不能合法给人下载TikTok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表明 若果国会通过法案 他会签署 TikTok一直说未曾也都不会 和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报道说TikTok星期一只行国会 重新TikTok并非受到中国政府控制 并指出若果TikTok被卖给其他公司 将无法继续投入15亿美元 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 认为令字节跳动脱离TikTok的方案 只会降低美国用户资料的保障 无线电视机者 梁永山报道 日本在有示威抗议福岛核污水排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今天展开访日行程 将会到福岛视察核污水排海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星期二展开访日行程 先和日本环境上伊藤信太郎会面 格罗西说将会全力支持日本 对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报废工作 格罗西上次访日是在去年7月 日本启动核污水排海之前 今次是排海工作开始之后 他第一次到访当地 他星期三将会前往福岛第一核电厂 视察核污水排海工作 和考察稀释核污水的设备等等 另一方面 一批日本民众当地时间 星期一晚 在东京电力公司外集会 他们强烈谴责当局和东电 将核污水排海 他们又不满当局 在福岛核事故过去13年之制 仍未妥善处理对当地民众的安置 和赔偿工作 福岛核事故发生至今13年 仍然有近3万个福岛民众 过着避难生活 未能返回家园 母先知记者谭惠恩报导 接着有交通消息 新闻时间 天水维生生村有车房起火 最少三个人严重烧伤 其中一个人全身烧伤 另外两个人三成和五成皮肤烧伤 消息说车房亦都用作汽车喷油工厂 当局仍然在调查 起火原因有没有可疑 起火的车房冒出白烟 大批消防到场灌溅 开核两条后 派出两队烟母队协助 密麻麻的烟 很臭 我这里经常都烧炮像烟花 我就当成为烧炮像烟花 拼不拼声 火警发生在早上8点多 起火的地点位于新生村 一个车房的铁皮仓 面积15米乘20米 用来存放汽车零件 消息指 起火的铁皮仓 亦都用作汽车喷油工厂 由高处见到 铁皮仓附近停泊多架支架车 都有多个货柜 不事发之后 现场仍然不时传出烧焦味 虽然我们距离火长大约200米 但都可以闻得到 现场解封之后 随处都可以见到火警带来的破坏 有玻璃窗碎裂 多架原本停在窗内的私家车 销正车架 政府化验所 基电署人员 下午也到场调查 火警里面有三个男人严重烧伤 送去屯门医院治理 其中一个人烧伤的面积达百分百 全身二致三级烧伤 要转送去沙田威尔斯医院治理 另外两个人三成和五成的皮肤二级烧伤 八个人要疏散 好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四个越南籍人士被控售卖猫狗肉案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保释覆核 其中一个人获准保释 其餘三个人继续还格 余部署、食环署和警方 上个月采取联合行动 在旺角上海街一个唐柳单位 发现有人涉嫌经营无牌餐厅售卖猫肉和狗肉 并检获约35公斤 怀疑用作食物的猫肉和狗肉 五个越南籍人士被捕 其中四个人被于户处控告售卖狗肉作食物 及允许他人洗育狗肉和猫肉作食物 其中一个人令被控两项无牌经营食试罪 裁判官批准其中一个人以五千元保释 剩下三个人需继续还格 案件押后至4月11日再信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海军 在阿曼湾举行安全扭带联合演习 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中国国防部网站说 中方派出第45批护航編队 驱逐艦乌鲁木齐艦 导弹护卫艦林仪艦 以及综合補给艦东平湖艦 参加由今个月11日到15日 举行的安全扭带2024联合演习 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俄方派出太平洋艦队的巡洋艦雅良格号 率领一支艦队参与 伊朗就派出十几艘船舰 部分操演会在阿拉伯海的阿曼湾进行 目的在于强化海上经济活动安全 包括返海道和搜救 中外伊三国去年3月 亦都在同一海域举行安全扭带2023联合军演 今年演习 正值区内紧张局势升温 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沙战斗持续 同时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畅武装 多次攻击洗经红海的船隻 国际挖船又没有进展 今次三国联合海上军演被受关注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聪不到 南韩医生工潮有扩大迹象 医学院教授亦都可能加入罢工的行列 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协会表示 如果政府就医生罢工行动 拿不出合理的方干 全体教授从下个星期一开始集体辞职 南韩政府对医学院教授的决定表示担忧 南韩有超过九成实习和住院医生罢工 抗议当局计划大幅扩招医科生 自至星期一保健福祉部已经向超过5500个 违反复工历的实习和住院医生 发出暂停医生执照事前通知 澳洲政府落实在北领地推出 偏远地区房屋发展计划 未来十年公认合共2700间房屋 总理阿尔班奈塞说要改善当地原住民的生活 澳洲北领地原住民的住屋势迫情况严重 但即将迎来好消息 联邦政府决定在当地推出为期十年的 偏远地区房屋发展计划 涉及40亿澳元折合207亿港元 这笔发展资金将会由联邦政府 以及北领地政府共同承担 计划之下当地会兴建2700间房屋 估计有超过1万个居民受惠 大部分是当地的原住民 未来三年联邦政府也会额外扑款 1亿2千万澳元折合6亿2千万港元 为现有房屋以及基建设施升级 总理阿尔巴雷塞说 计划有助收窄澳洲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差距 勤叫联邦政府会采取实际行动 改善原住民的生活 原住民团体对当局的决定表示欢迎 怀针对北领地偏远地区住屋 最全面的单一发展项目 由于原住民的房屋很多时 都是位于他们拥有的地皮 或者在国家公园范围 妨碍联邦政府撥款资助 联邦政府和北领地政府 2018年推出过类似的合作计划 但发展年期只是今次规模的一半 金额也只有大约10亿澳元 《无线电视记者》 杨洁尔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洁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